为什么饭店做的酸辣土豆丝 酸辣脆爽又下饭 大家好 我是爱做美食的老杨 酸辣土豆丝到底怎么做才好吃 今天就教你正确做法 首先准备两个去皮的土豆 先把皮去掉后 再将土豆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切到一半的时候把土豆翻过来 这样能够防止打滑 接着再将它切成均匀的丝 这个丝切成火柴杆的粗细就行了 全部切好把土豆丝装入一个大碗中 里面加入清水 上手开始抓搓 把土豆中多余的淀粉给它起出来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出锅后 就会变得非常的脆爽 洗好后放到一边控干水分 接着准备少许大葱 把大葱打斜切成葱丝 这样吃起来的葱丝会不塞牙 生姜少许切片后 再将它切成丝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尖椒一个 先把盒去掉后 再将尖椒一分为二 然后再切成一分为二 然后再切成一分为二 接着再将尖椒 切成火柴杆出细的丝 切好后装入盘中 红色的辣椒准备一块 同样也切成火柴杆出细的丝 配个颜色 切好后和尖椒放在一起 再来适量的大蒜 先把大蒜切成片 再给它切成均匀的丝 切好装入碗中 准备少许花椒粒 倒入适量的清水 给花椒清洗一下 去掉上面的灰尘 也可以防止待会炸油的时候炸糊 下一步锅中的油烧热 倒入洗好的花椒粒 用高温炸花椒粒 会炸出非常好的香味 炸到褐色就给它捞出来 接下来碗中少来一点干辣椒 把热油倒在上面一部分 将辣椒炸出香味 接下来锅中下入葱姜丝 爆香后下入土豆丝 接着开始大火翻炒 翻炒片刻后 加入青红辣椒 继继继续大火翻炒 给土豆丝翻炒至断生 断生后开始调味 里面加入适量盐 顺着锅边烹入少许米醋 再淋入少许生抽 这些生抽不要加多了 要不然颜色太深就不好看了 然后简单的翻炒两下 最后下入蒜末 炸好的辣椒段 开始将所有的食材都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 一道酸辣脆爽的酸辣土豆丝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比超过水的好吃多了 吃到嘴里还有一股干香味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吧 没准哪天就用上了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我来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